这场比赛也是军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所有比赛的收官之战 那么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从低谷慢慢回升状态的过程 在刚刚结束的准届军运会男团混双和男双三个项目的金牌 机会所以一上来就显得对彼此的这种球路很熟悉 基本上没有试探的过程很快就能进入到 我们看只是在左半台他的这种反手更占上风 出发 过来 过来 混双到男双 一个一个项目看下来 樊振东的这种状态是越来越好 在场上的速度更快了 而且整个人的气 今天第一局樊振东不跟郑荣植去打这种硬碰硬的球 强强对抗的反手多拍的回合 反而从前三板打起 打这种控制 郑荣植现在显得不太适应 你旋转 这样11比4 樊振东拿下第一局 很不适应 来看第二局 过来 过来 这球其实郑荣植打得已经非常好了 角度很大 好 反正东最后是反拉了一个川越 好 突然有点强大 一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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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韩国公开赛当中战胜了樊振东 是一位相当有实力的球员 反手出现质量降低 反正都马上侧身用正手转攻 还是在摆正手正短 出来 第二局现在8比4领先 是控制 这种借力球 两边的快带 连续正手拉住 我们看先是正手两个人对拉 这一板穿直线 正容直在正手位呢 主要还是以兜注 以招架比较多 这样投入得很快 把一分抓得很紧 对于擅长打这种快速的借力球的正直来说 今天这些变化让他有些不适应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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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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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到凡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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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围到他反手底线 直接围到他反手底线 出来了 发球 发球的时候 接发球的时候 想要有更多变化 接发球直接 你 这球也是白短当中 体球质量不高 反正都侧身反拉 其实从整个技战术的体系来说 多的侧身 用正手来拿分 第三局也是双方整场比赛争夺的关键 过来 过来 今天整个发挥到目前为止 反手是狠占上风 过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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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发球的拧冲啊 质量太高 也是从反手打起 转换到正手呢 他的正手其实实力要偏弱一些 对 出来 驱 加油 韩国球员呢 球风 普遍比较硬朗 有的时候这种一下子的爆发很厉害 出来 出来 9比8 樊振东主动的一个暂停 叫的还是十分关键 因为那个时候 阵容值已经连续追分 双方的士气呢 也有了一个此销彼掌的过程 之后偷了一个反手极长 在反手相持当中 也是通过中路和 左半台的调动 漂亮 很高 但是樊振东还能够顺势 防回头 这个球其实会让郑荣植觉得 士气比较下沉 第四局上来几个强强对抗的球 让郑荣植现在比较没有自信 这个时候他也叫了男单同牌获得者 终之主要还是面对今天凡震东多变的发球 在接发球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控制 凡任东上手 这球还庆祝了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分 这球当中呢 我们其实也能看到 郑荣植的一些冷板 他这种不拉手的动作在 今天郑荣植的发球 都被凡建东所算住 凡建东 踢比三领心 踢不 很多球跟樊振东从小球打起 但是在这种小球白短批长 阵容值其实都不太占优势 反而这样是打到樊振东的套路里来 反正东离难担冠军还有两分 再次交手 今天的比赛情况和上一次韩国公开赛 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反正东赛点 今天的比赛情况和上一次韩国公开赛 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反正东赛点